开洗鞋店十多年 老板什么脏鞋都洗过 台湾人很极端 有人爱鞋如命很宝贝 有人一双鞋从新的穿到旧穿到破 没洗过 鞋子有多脏远超过马桶盖四百多倍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发现 鞋子表面平均充满四十二万只病菌 鞋内也有近三千只病菌 鞋底最脏 百分之九十六沾满了粪食细菌 鸟啊 它们都会有粪食在我们的周边 我们就会踩过去 一些大肠杆菌啊 一些我们粪便里面的细菌啊 其实都在我们脚底下 专家建议平均两周到一个月就该洗鞋 没雨季啊 鞋子很容易潮湿发霉 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 尽量不要让它受潮 严防鞋子夹带细菌进家门有诀窍 进屋前先踏消毒地点 把鞋柜设在屋外 区分室内室外鞋 出外鞋可以放在通风处吹一晚 当然鞋子要定期清洁 最重要绑鞋带之后要洗手 防疫得从头到脚 鞋子鞋底都不能轻忽 记者王志文 温玉平台北报道